这个顿苦咬的男人名叫蟒哥 性格暴躁的他因多次殴打狱子 导致数次被关金币 作为惩罚 蟒哥已经好几天没吃到饭了 好在金币室的墙上布满了壁虎 胃口不错的蟒哥 没事便抓他来甜度 你别说 这小东西还挺有营养 蟒哥的身体因为吃它 不但没有变得虚弱 反而越来越强壮 那么这位彪悍的蟒哥 又因何事入狱的了 这还得从数十年前说起 蟒哥本是乡下一普通百姓 他有四位好友 分别是小汤 老河 和大宝还有高妹 五人性格相投 一劫金蓝 法式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为了逃离乡下贫穷的生活 他们决定偷渡去往香港 不想途中 小汤不幸踩到了捕售甲 眼看警方快要赶到 剩下四人 只能不顾小汤的求救 扬仓而去 一路狂奔后 四人终于来到香港 然而 他们理想的日子 并没有在香港得以实现 因偷渡客的身份 他们找不到工作 在异地 又没有亲朋好友 和很多大圈仔一样 四人只能被迫加入黑帮 过起了打手的生活 等于与蟒哥几人 伸手过硬 很快 他们便在江湖上打出了名气 但长期的拼杀 使得几人伤很没雷 常年循座在刀剑上的日子 让他们测验难眠 这种刀剑舔全的生活 始终不是办法 几人商量一番 决定赶一票大的 赚够了钱 然后再去往美国 密谋一番后 他们来到金店 准备实施打劫 然而抢劫 毕竟不是黑帮的打打杀杀 没有经过仔细策划的他们 很快遭到警方追捕 老赫和大宝率先被抓 蟒哥也被警察们围住 关键时刻 他灵机一动 将负责探风的高妹 当作人质挟持 然后将珠宝 放进他的口袋 再当着警察的面 将之前装有珠宝的袋子 丢进海里 之后 这人除了高妹以外 全部被抓 以抢劫罪被判五年徒刑 蟒哥因性格暴躁 经常在牢房殴打狱局 因此延长两年刑期 五年时光过去 大宝因表现最好 率先出狱 他找了一家宾馆 准备歇息一番 再去找高妹团聚 在他洗澡之时 突然一谋面人出现 偷着掏出匕首 将大宝同时在狱室 转眼间 数月时光过去 老赫也到了出狱的时间 和大宝一样 他出狱没多久 也遭到了意外 被人残忍杀害 三位抢劫犯 出狱的两人 借年遭遇不测 警方怀疑 杀人凶手 肯定跟这几人有仇 为了尽早破案 警方决定提前放出蟒哥 引出凶手 将其抓获 这个蟒哥 看似很莽撞 但却是个聪明人 了解警方的小心事后 他决定利用对方 好好享受一下外面的生活 首先 他来到一饭店大吃大喝 轮到结账时 两手一摊 示意旁边跟着他的两个警察 后者虽然很生气 但也无可奈何 不能因这家伙吃霸王餐 再把他送进监狱吧 见两人爽快的赴完账 蟒哥心中大喜 他也越来越得寸进食 随后 他来到一封月场所 逼近监狱里待了五年 现在的他 火气非常的大 发泄一番后 蟒哥柳头就整 封城里见对方想吃白食 招呼皮条客们 将其围住 双方随即打成一团 呼叫声 迎来周边的巡逻警 后者决定带双方回警局 负责保护蟒哥的两位警察 也赶到现场 他们见状 只好将身份告诉巡逻警 然后将蟒哥的嫖之负了 此次赢得巡逻警 一阵调侃 叫鸡差人比钱 做钱我不做差人 事后完了一番后 蟒哥也算舒坦了 他决定甩掉警官跑路 借着上厕所的空隙 他翻开窗户 虽定甩掉了警察 但这个举动 却让蟒哥处在了危险境地 他行着在大街上 之前一辆摩托车 静止死来 一遭面 对方便提到砍伤了蟒哥 原来警察的话不假 真的有人向他们几兄弟寻仇 经过一番追逐 蟒哥利用矫健的伸手 逃离了危险 那么是何人 会向他几兄弟下手了 经过思考 蟒哥将凶手 锁定在了曾经的同伙 高妹身上 当年抢劫案 为了留下后手 蟒哥将珠宝都给了他 如今看来 肯定是他为了独占珠宝 想要杀人灭口 才做出辞政举动 想到这 蟒哥开始打听高妹的下落 好在他混了江湖几十年 也有些熟人 没过几天 他就找到了高妹 两人相见 本是兄妹团聚 不想蟒哥直接动手 将对方一顿殴打 高妹显得十分委屈 他将藏着的珠宝拿了出来 称自己 一直在等哥哥们出狱 好一起逃亡美国 大饱两人的死 他也并不知情 见高妹哭得梨花带雨 蟒哥知道自己错怪对方 看着眼前的珠宝 他现在管不了凶手是谁 决定和高妹 先逃到美国再做打算 而去国外 首先得有护照 蟒哥在黑帮混了很多年 认识很多做假护照的 但巧的是 没找到艺人做护照 那人 总会莫名其妙的被杀 不用想也能猜到 那个神秘凶手 能盯着他们 眼见日子拖得越来越久 这么下去 两人总会被警方抓获 蟒哥怒火攻心 大声吼道 没想到 这几赏志 真的招来了凶手 为了不招来警察 蟒哥和高妹 将凶手引到一废弃工厂 在此地 蟒哥和对方展开殊死搏杀 得异于监狱的庇护 蟒哥的身体强度 异于常人 几招下来 他将凶手制服 破去对方的面罩 眼前这人 让蟒哥目瞪口呆 对方竟是败过把握的兄弟小汤 或者将尊相告诉蟒哥 原来 数十年前 他们几兄弟偷渡香港 小汤一踩到捕兽甲 蟒哥等人身上 所以他才来到香港 找几人复仇 小汤干掉蟒哥后 想要逃跑 结果被警方击毙 如今 这一系列凶杀事件 终于被警方破案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还有一落网之余 真巧然离开香港 他就是高美 在工厂不睹 蟒哥和小汤兄弟相残后 他便悄悄带着珠宝跑路 而他的事件 随着蟒哥等人的去世 警方估计永远不会知道 如今看来 这个高美 才是最后的大赢家 影片比较江湖了断 因为是一部限制级港片 所以很多内容和画面 雷哥放不出来 而我们的主演罗师傅 未拍此片 可谓是受尽了磨难 这那个没有电脑特效的年代 啪刺的壁虎 竟是导演从野外抓的真壁虎 还有一场在监狱的打斗戏 踏破的干水 也是从街边小滩晕来 而骗子很多香烟戏份 罗师傅也是亲自上场 当然 这个应该算是福利了 虽然有那么多令人作呕的戏 但罗师傅 作为一个演员 还没有因此选择拒绝 因为当时的香港演员 就是这么的敬业 不会像现在某些明星 因为指头流了点血 就闹着要去上医院 拍戏淋了长雨感冒了 就被粉丝称赞 是多么多么的敬业 希望这些粉丝 多看看以前的老港片 那他娘的才叫敬业了 也正因为港星的敬业 所以才造就了 这么多经典的老港片 在这里 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敬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 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是要讲完 所有今天港片的结束 喜欢哪个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